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深夜飞巴黎 浪漫之兜营东方巨星 肖战最新装造备受期待 肖战深夜飞巴黎 最新装造备受期待 1时4日晚 肖战通过工作室放出暴走重庆的Vlog之后 就悄悄飞往巴黎了 大帅哥的行程就是主打出其不意 很多粉丝朋友们还沉浸在肖战 在重庆穿街走向的治愈氛围中的时候 并不知道肖战已经踏上了飞赴巴黎的班机了 出国前 鲜味宝粉丝也是很暖心了 作为内愚蠢写大帅哥 肖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内 可是随着肖战国际大牌商务代言的增加及自身影响力的扩大 肖战每年都有海外工作的行程安排 海外的粉丝也是有福了 肖战接连两年的米兰时装周之行 轰动整个时尚圈 帅气的东方神颜大出圈 新加坡拉夫劳伦活动更是引爆整个新加坡活动中 肖战的长发狼尾西装造型被评为肖战风神造型之一 至今还时常出现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应该说肖战每次海外行的装造都是十分亮眼的 超强的时尚表现力让肖战的每次露面都惊艳无比 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肖战非巴黎是拍摄一些商业物料 具体内容也是保密中 此刻 不管是国内粉丝还是海外粉丝 都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了 有消息称 肖战将在巴黎尝试红发造型 为粉丝们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这个消息一经透露,就点燃大众的热情 作为中国传统大帅哥 肖战入行之后 几乎没有烫发染发 服装上也是力求简洁大气 基本没有看到过他花里胡哨的样子 此次的造型应该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想法 让大家期待的是 在这个浪漫之多 肖战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中漫步 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收获怎样的灵感 有怎样的时尚态度要传达呢 这都引发了大众很多的猜测 肖战此次的巴黎之行 被视作一场视觉冲击与情感共鸣的活动 之前肖战也曾经去过巴黎 还在巴黎铁塔留下了一段 非常有艺术感的片段 不知道这一次巴黎行还有什么意外之喜 也是让人备受期待 肖战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拭目以待吧 肖战爆走重庆Vlog惊喜上线 人间烟火器里的肖战最治愈 日常见肖战系列更新了 肖战爆走重庆Vlog惊喜上线 人间烟火器里的肖战最治愈 重粉肖战绝对是认真的 大家心心念念爆走住重庆动态的肖战 这不就来了吗 时长5分多钟 诚意满满 记录了肖战在家乡爆走的点点滴滴 工作室的文案是市井长相 聚拢来是烟火 摊开来是人间 分享值得记录的山城河爆 走快乐老家的肖战 视频当中肖战穿街走向 那么轻松自在 他连口罩都没有戴 就是那样随意地行走在自己熟悉的街道上 时不时地记录着一切 撸猫 吃烧烤 甚至还去了超市买了两瓶自己代言的饮料 一如普通的你我 卸下大明星的光环 肖战就是普普通通的重庆的男孩 之前大家还猜测肖战到解放碑前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巨幅的广 视频里是向大家揭示了答案 肖战不仅看到了 而且本人还亲自打卡了 十年前他在这栋楼对面工作 十年后自己的巨幅海报放在了这栋楼最显眼的地方 不知道肖战是什么样子心情 真是太争气了 网友评论说肖战去了这么多热门景点 地铁也没收班 居然没人偶遇 真是地道站没错了 好肆意的战战 是在认真生活的人 好喜欢这人间烟火气 我爱的人是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也是平凡的云云众生之一 也有的网友评论说 一直感觉肖战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明星偶像 就像一个很鲜活的人 在我的世界里 虽然不在同一座城市 不在一起 但是就是感觉很没有距离感 就好像是在我的周围朋友 相信总有一天 会在正式场合与他相见 人间烟火气 罪抚烦人心 很多人被这个视频治愈了 穿上华服 他是那个万众瞩目 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穿上私服他就是那个活泼开朗的重庆男孩 他有自己的生活 他也会自由惬意的逛逛街 撸撸猫 吃点美食 记录自己看到的美景 真好 一路的守护追随 不就是想看到这样的肖战吗 从烟火中来 也可以回到烟火中去 肖战从来没有改变 揭秘 与肖战虚拟恋爱 一场粉丝心灵的奇妙旅程 在当今社会 粉丝文化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 虚拟偶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理想型 这种与虚拟偶像恋爱的现象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在粉丝群体中却越来越普遍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情感纽带 本文选择肖战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揭示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特殊情感连接 分析这种情感纽带形成的原因 及其对粉丝行为的影响 通过剖析肖战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粉丝文化中的这一独特现象 进而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影响 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现代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极大地促进了粉丝与偶像之间情感的连接 借助社交媒体 虚拟现实等手段 偶像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粉丝互动 从而创造出一种虚拟恋爱的现象 这种通过屏幕传递的情感连接 虽然缺乏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接触 却在粉丝心中激起了波澜 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普遍 他们通过追星来寻求情感寄托 甚至模拟出一种与偶像共度时光的幻觉 然而 这种虚拟恋爱也引发了 关于现实与幻想界限模糊的讨论 人们开始思考这种关系 对个人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 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 特别是对于像肖战这样的顶级流量明星 粉丝们通过微博 Instagram等平台 分享与他相关的内容 参与线上投票和应援活动 甚至有机会参加他的粉丝见面会 这些都让粉丝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接近感和满足感 这种虚拟的恋爱体验 虽然不同于真实生活中的恋爱关系 但给粉丝们带来了极大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证明了偶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性 在心理学的视角下 粉丝的追星行为背后 隐藏着复杂的心理需求和动机 人们追求偶像不仅仅是因为其才艺或外貌 更多是因为他们能够触动粉丝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 通过与偶像建立情感联系 粉丝们在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这种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欣赏 它涉及了粉丝对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确认 因此 理解这一心理动因对于深入剖析粉丝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 现代恋爱模式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 传统恋爱中面对面的交流和相处 被网络空间里的虚拟恋爱所替代 年轻一代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屏幕传达情感 用表情符号和简短的文字来维系彼此的关系 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恋爱的节奏和深度 也对人们的恋爱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虚拟恋爱让爱情的发生变得更加及时和便捷 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情感的浅薄和缺乏深度 此外 数字化恋爱方式的普及还可能削弱 人们处理现实人际关系的能力 对社会交往的传统模式构成挑战 因此 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 保持恋爱的真实性和深度 成为了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现代社会 随着粉丝文化的兴起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虚拟恋爱现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种现象对传统的恋爱观念提出了挑战 引发了对于情感表达和人际关系的重新思考 面对这一现象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判断 而硬深入理解其背后反应的个体情感需求 这种需求可能源于现代人在繁忙生活中对情感寄托的渴望 也可能是对现实恋爱关系中无法满足的期待的替代 因此 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情感选择尤为重要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恋爱观念 以及如何在保持个体心理健康的同时 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